你有一個滋鼻心 你有滋鼻心要說風聽 福菩薩就剛給你加持 因為福菩薩希望你講話跟他講話一樣 很奇怪 你有一個利他的心要說風聽 你就越了解這個意思 正如你會把它背開 因為你有一個利他的心是開地匯 推進情理統計的方式 所以各位看《地獎經》 不可以自己看 要盡全力蓋水風聽 但是還沒解釋進情 各位要練是嗎 譬如說你看完《地獎經》 你看1點鐘、1點半很久 你要念1點半很久去修理《地獎經》 乃是你修理已經變成理念了 你自己一個人在那裡坐 你就在說《地獎經》給獎神聽 讓花草樹木、孤魂鴨鬼 你在說心經給牠聽 在你的修理裡面已經在轉發論了 那這個水是祖連流露 當然我們一開始是研究問題 我們是參考心經怎麼改遂 你知道嗎 但是你要喘息 你要珍惜啊 你有常常在念心 因為大家都會念心 但是有辦法提高的人很少 我們也是要想盡辦法 我們提高三分 我們把別人補三分 我們提高五分 我們把獎神推高五分 但是你要照各種方式 你不能說 你在說心經的時候 對方都不一樣 你在說心經 但是有抓到心經的道理 煮一個飯跟心經無關 穿衣跟心經無關 你在打拼 跟心經無關 你有辦法用心經這個法來做法癮 來相應於這切法 所以你要一直練習 所以我想大更勤 不是天生會要大 但就算天生會要大 也要有練習的規定 更快一點 那對於生命的改革和葡萄中心 尤其在於一面法 剛才說的三法有素性的 百政党在於一面法 三十七頭病 然後數列法 數紅色彎 種種的葡萄筆 一直提升組織 那是完完活性 那這個規定 我們要練習 要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思維實踐 思維實踐 你要總統的法行 讀 宋 抄 思維 演說 推廣 你都要去做 你要將你的生命 整個月好生 那其他的時間 不要去浪費 那既然去燭到的事情 都要拿 用很方法來作園 不管燭什麼事情 都要轉很方法 修行的作園 要不去浪費這個時間 不去浪費這個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一個素性體 我們的生命是一個素紅色彎 我們的生命是一種彎 你對你的生命裡面 有辦法看到盡力 你對你的生命 你要有辦法看到滋鼻的活性 那你就要一直去練習 所以我這樣說 希望各位 躺在混淵 算口的活佈 不會探財才會躺在混淵 算不算命就躺在吃 你如果很愛錢 你也不用躺在吃 我們就有辦法過了 算好了 那其他的時間 可以拿來做很多公敵 很多收行 但是為了要讓我們做公敵 有夠高的價值的力量 我只要一百米以來 出口裡面也有無量的價值 我只要一個水也有無量的價值 我們了解有那麼多 就像衛中一樣 英若莊嚴 我要來老人家 要用十億英文化 三十七頭片的公敵 保持給他 你只要說老人家有健康嗎 公敵在裡面 因為你看到我 只要聽我講話 都去聊接受到我所有的公敵 我聽他們方心思心 思維呼喚 大宋經典 一切一切 老闆我跟他講話 老闆我放一杯水給他 這叫做願波羅蜜 就能夠產生真實幫助對方的方法 對方看到你很開心 你跟他寒暄 跟他用小小話 讓他開心 然後裡面 都是呼喚 這叫秘密的 秘法 金剛寸 是保持在空性背心 去幫助對方 你會想說 所以我就要再重新 再重新 我好多幫著老人 散廁人 跟我做成你的人 看著我的人 跟我講話的人 那是對人跟其他重心 那還要一直一直一直 讓自己 一直保持這個 但是統治這個福建的 獨立 不會那麼困難 但是要怎麼做 在你音樂法 化作你的生活 生活裡面都沒有離開 在你音樂法裡面要想 這樣就輸 那你就贈得五地菩薩了 一個立他的心 這樣才實踐 那各位 統治你要很怕拼 但是我 因為什麼叫末法呢 現在的人 包括外界的人 不可以太多世俗法 那是廟中世俗法 拿來用活法用 雖然我們沒有用很多的事情 還是在做那些事情 做那些事情 又分別心做好做壞 兩位心情好兩位心情壞 都叫卡住 你沒有辦法去利用事情來收行 你就不能再接受那些事情 像出家人 出家人 我們現在在家裡 沒辦法收行 我們才要出家了 那你如果有辦法收行 對你來說出家 在家都一樣 你既然出家了 還要去土壯生 你不能有少許煩惱 你如果有少許煩惱 你去土壯生 電腦主要 最多煩惱 順利的心就能比較少 沒有順利的心就能鬧鬧鬧鬧 因為你無法做壯 運用在窗外洗乾的一切 這叫做空性 一種我喜歡 我討厭 每天都在這種顛倒 那你就不適合 所以我的師父說 你現在不適合跟別人講話 因為你講話呢 不但你自己不快樂 也製造別人煩惱 我就說 很生氣 師父我為什麼不能講話 師父說 反正你就先不要講就好了 對你自己講就好了 當然男眾就很喜歡講精說法 你講的都煩惱你 你講的都讓人氣煩惱你再講 他也不知道 唱歌壯天哪一天知道 他就唱歌壯天 唱歌壯天 唱歌壯天 因為你煩惱那麼重 那你還講佛法給人家聽 這個一點點都 裡面坐越久中讀越深 你只是滿足你自己喜歡 講法的這種傲慢 而不是說你真實有悲心 那信徒不過是你 你凸顯你自己的一個工具而已 我問師父人家說話很低的 但是他很細心的跟你講 這一點你要注意 但是我好覺我等於 周恩師父的時代在旁邊聽 我師父講的我都認同 但是聽的人反而聽不進去 師父講完以後 他出去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我師父說 哎呀 十個人要一個能夠絕了 這很困難了 海淘你要注意啊 因為我在旁邊聽 那我聽了那麼多 實在很難啊 像我師父經常辦三龜衣 都我在那些龜衣情的 有時候我師父講完你看 今天真幾個龜衣三寶嘛 但是我們只能說節節緣吧 有幾個真實龜衣三寶 真正進行受現生命去龜衣三寶呢 少之又少 大家只是說龜衣三寶有福寶 那我這個節緣品送給你 海淘帶他們去吃素 不要讓他們吃肉 至少龜衣這一天 我每天都收拾時間都找好了 師父叫我帶你來吃素 今天不要吃肉 給他一個印象 溫淘說 他想到龜就想到要吃素 因為大乘的龜呢 一吃肉 那就不算龜了 因為他就沒有悲心了 所以對他戒體不好啊 所以當然慢慢了慢慢了 所以我說這 當然有一點嚴肅 也藉這個機會 既然我們已經在為眾生說法了 但是我們自己心有沒有說法 所謂調伏至心 你要讓你的心臣服於真理 臣服於佛法 你可以佛法成為你的一個工具而已 一個按摩 有應不應就這樣 那你的內心還是只相信 盡你自己的想法 我執 那這樣就沒辦法 我們的心已經完全奉獻 我就想說蓮花生大師阿彌陀佛說 將你的心完全交給我 我就收給你解決 你就要願意了 我現在的心已經交代了 已經交代給散佈了 交代給神臂式了 我不敢用我的想法 我本來決定要當 我叔叔說塞 塞就塞 我本來還準備塞 我叔叔叫我當 當就當 你看像明日日巴這樣 做好了又叫他拆掉 做好了又叫他拆掉 你沒有這樣拆 那你如何消業障 如何消除我值 如何急身成佛 你如果要急身成佛 要完全百分之一百 用你圓滿的生命去歸三寶 三寶夜戒 你不能違背 你要違背空性 違背背心 馬上就墮落 那各位要有這個準備 今天我的運動剛好 叫我去死 你也要去死 死我就成功 因為這是真理 那不是白死的 那是為重生死的 那有時候你不能想太多 全然放下 連這個生死都放下 真理最重要了 就像弘毅大師 弘毅大拍背 他就懺悔念佛 把人找多少遺心 什麼什麼什麼 懺悔念佛最重要 他有信心 他成為大家的模範吧 因為他認為 這就是業障 該吃要吃了 那就要懺悔念佛 七天以後命運就改變 所以越拍背越緊緊 越艱苦越緊緊 他做給我們一個示范 當然佛教教忠道了 以這個為基本 再來看病吃藥 那會更好 但是如果沒有消業障 沒有三寶的加持 光看病治藥 那也是吃麻菲一樣 暫時的安慰 好像是淚骨醇 現在還沒聽 那藥性退了 更痛 反而中毒了 就這意思 那希望各位優勝習慣 我們應經學會 印經學會印這麼一切 後來你們孫子說 阿嬤阿嬤 你每天在念 你跟我說一下 如來什麼意思 呼 你說這如很久 不知道 呼 你們孫子就不會學 等一等一等 阿嬤想一下 我們在設裏裏裏 如來什麼意思 印章什麼意思 民心族什麼意思 修身你要知道 但知道不是代表修行 知道以後 我要怎麼做如來 要怎麼所有眾生都進到如來 那這個就失修了 自立在他 所以 但是修身你要先了解 了解屬於實戰 要怎麼讓眾生都進到如來 所以這樣你就有法的了解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要成就 通知這十種的立行 所以你了解 呼這麼偉大 所以每一個呼的鼻軟力 哇 哪有多寶如來 那是個多寶如來的公的力 連這七尊佛 他們的脫離奧道 他們的得到福 他們得到一個善巧方便的財富一樣 就像妙法蓮花經的多寶如來一樣 那你對佛的了解 它的出現 它的公定 它的興奮 我們要讚嘆 叮叮叮叮 每一尊佛 都是成佛之一 一路 所以這幾尊佛 作書代表我們經歷出來 那這幾尊佛對三億多的眾生 讓它聽到 不可思議 所以你黏起來很高興 而且牽裡面有個強烈的意志放在裡面 然後 連老你黏著要變成一種三昧 你變成多寶如來 然後眾生讓你黏著它 也變成多寶如來 就說 阿映啊 這個騎手 你就是阿映啊 這樣啦 我在黏多寶如來 你也變多寶如來 我在黏寶如來 你也變寶寶如來 因為眾生改有活性 透過這個方便一面 對方會活性也造出來 所以你看彩虹裡面 每一個羹裡面 本來就有這個彩質 是說因緣俱足 這個顏色讓你看見了 所以眾生都俱足這個 所以透過裡外合一 然後 各位不管你黏著一尊佛 你就來陣入這樣子的狀態 也養成習慣 那你會覺得說 唉呀 叫我去上班 很神 我如果整天在黏訓 你還將這個訓 幫助眾生 這很有意義的啊 我整天想到賺錢 帶我 這很有意義 就叫這個孩子 去投博書 投博書 月日要來看父親 海洋家 不是投博書 得到那個學位 你看父親 才是救世間的方法 還是救自己的方式 那你就要了解以後 要去影響別人 但是各位呢 度眾生也有隱瞞 每一年在印度 都會辦祈願大法會嘛 那這個祈願 那就是一種菩提心啊 希望這個世界更圓滿 希望所有修行的人更圓滿 希望諸佛菩薩如何如何 各位要檢查這種對散步的信心 跟這種圓滿的實現 因為我們在祈願都不是自私的 希望動物都不要被殺 希望殺生的人都有機會聽聞佛法 希望所有修行的人都能夠如理如法 最後真實成佛度眾生 然後希望乃至國家社會風調雨順等等等等 那各位要經常對佛菩薩有這種 絕對虔誠相信佛菩薩的加持 再來呢 把自己的心變成佛菩薩的心 因為我們在祈願都是符合佛的心的 所以我們沒辦法現在還做不到說 大家不要吃虧吧 但是我們要不斷地祈願 哪一天你成佛以後啊 你的世界沒有人在